这是以前常见的英雄等级结构 这是现在的英雄等级结构 随着版本的推进 蛮子终于成为了部落冲突中真正的王 以前的蛮子断个边 挨两发天鹰火炮 是他最大的贡献 现在的蛮子 没有哪条边是他断不干净的 没有哪个区域是他打不下来的 冲入阵中 天神下凡 横扫一切 顶着黑油塔 拖出援冰 顺带报个本 是很常见的操作 从佩戴牛牛 到加持凤凰 从装备巨型手套那一刻起 他变得无所不能 真的如同灭霸一样 戴上了无线手套 甚至国服的自研皮肤 也因为变大的效果 而口碑好转 巨型手套的范围伤害 高厄免伤 凤凰的长时间无敌效果 让蛮子拥有了成伤 输出 功能性 战术价值等等的一系列特点 在面对任何阵性时 都有办法应对 最新两季的武神 加了400点生命值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0人口纯肉的石头人 也就加了400点生命值 现在已经是 纯纯的数值怪了 不过光加生命值 是远远不够的 更慢骑士 强大的开抢能力 一定程度上 完美解决了 武神容易跑偏的问题 而更加质变的是 治疗卷轴的出现 治疗卷轴 每秒150点生命值的 回复效果 持续25秒 简直是为武神量身打造的 没有哪个兵种 比武神更适配了 蛮子和武神 以前是一个 最晚升级的英雄 一个是没人用的兵种 而当下版本 可谓是大放异彩 我在22年 武神没落史那期中说过 武神每年都在加强 为什么依然冷门 原因是改变它的 不一定是本身 更可能是周围的大环境 凤凰 巨型手套 更慢骑士 治疗卷轴 这些就是大环境的因素 它们如此 现实中的我们 更是如此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顺顺利利 有巨型手套加持 也有治疗卷轴辅助 加油 加油